请各机关学校配合选务的办理 拿出高雄市政府公文 要求各学校出届校舍配合罢涵投票 但是高雄教育局长吴荣峰却在脸书上发文 以防疫为理由限制国中以下学校 只能借出两个投票所说一套做一套 就是总统大选后到现在为止 都已经有30场以上大大小小的补选 多数也都是恰借公立学校做到行政中立 也做到教育中立 强调罢免投票是民众的权利 不该拿防疫当作拒绝配合的理由 不过罢韩投票在6月6日就要举行 总共需要1823个投票所 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有641个投票所 没有完成解除手势 质疑高雄市政府背后刻意阻挠 为什么还会另外有变迁 为什么还会另外有LINE的指示 让校长们纷纷的拿回已经出界的同意书 拿开政治黑手 越接近罢韩投票日 中央跟地方挺韩跟罢韩阵营 也各自不断出招 更成为网路上的讨论焦点 高市府三日星辰 突然将罢韩的布条卸下 引发罢韩团体不满 也带动网路讨论度 根据大数据分析 罢韩的讨论度占了所有新闻版面的25.56% 引起非常大的争论 其实是猜看板这件事情 那猜看板的话 引起了两方就是挺罢韩跟反罢韩的 相关的非常激烈的争论 比起昨天来说 其实是比较热的 没有错 随着疫情趋缓 罢韩投票成为另一个焦点 挺韩罢韩角力越激烈 也让网路上的讨论快速加温 华语新闻宋剧与林凯伦 台北报导